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被问及被逮捕的美国传教士是否对土耳其仍能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构成威胁时 蓬佩奥表示 土耳其是北约的伙伴 美国完全有意愿继续与土耳其合作 蓬佩奥8月4日宣称 我昨天和土耳其方面进行了一次建设性的谈话 我已经明确表示 在过去的时间里美方也多次呼吁 传教士布伦森应该获得自由 并被允许返回美国 其他被土耳其扣押的美国人也同样应该被释放 路透社援引蓬佩奥的话报道 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看到这些利好的事情能够发生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泽诺尔特表示 蓬佩奥和土耳其外交部长恰伍时奥卢达成一致意见 同意继续努力解决华盛顿和安卡拉之间的矛盾问题 恰伍时奥卢与蓬佩奥美国与土耳其8月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高级外交官会议结束后 诺尔特说 蓬佩奥与土耳其外长讨论了很多问题 并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 他们同意继续努力解决美图两国之间的问题 就在几天前 美国因美国传教士布伦森一直被土耳其方面拘押 而对土耳其两位高级官员实施新的制裁 周三 美国宣布将对土耳其司法部长俊尔 阿布格尔赫米特嘎和内政部长索伊鲁 苏雷曼索尔实施制裁 原因是他们在布伦森被关押一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而且美方认为 土耳其国家机构涉嫌侵犯人权 美国的制裁将冻结这两位土耳其部长在海外的资产 并禁止美国公民与他们进行任何交易 包括土耳其财政部和财政部长贝拉克阿尔 贝拉克在内的土耳其官员 抨击了美国的行动 大约两年前 土耳其监禁了布伦森 罪名是他涉嫌与土耳其伊斯兰教士居伦 贝拉克林推动的反派运动有关联 土耳其政府指责居伦策划了2016年尾碎的军事政变 上周 美国传教士布伦森从土耳其监狱或市 但仍处于软禁状态 分析人士认为 土耳其一直摆出强硬的姿态 寸步不让 让美国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虽然美国对土耳其高级官员启动制裁 而且美国参议院也投票通过 暂停向土耳其交付F35战斗机 但这些都没能让土耳其让步 所以 美国人也不可能完全与土耳其撕破脸 毕竟美国还需要这个北约盟友 美国方面这次主动示好 希望通过沟通与合作 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 而不是压服土耳其 这也算是土耳其的一点点胜利 转载必须注明出处 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